新闻一开始来跟进国内的武汉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卫生部今天凌晨发文告指出 除了早前四起确诊病例 如今再有三起确诊病例 这使得我国至今共有七起武汉肺炎确诊病例 卫生部表示 我国新增的三宗确诊病例 都是中国公民 其中一人是在佛罗交易医院留医的四岁女童 以及一名目前在新山苏丹后阿米纳医院治疗的52岁男子 另一名确诊病例 是新加坡首宗确诊病例患者的儿媳妇 这名早前检验报告成阴性的女子 下来照顾确诊为武汉肺炎病例 并且留在双心网络医院治疗的两名孩子 最终自己也被确诊感染 三人检验报告是在昨晚深夜出炉 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呈阳性反应 副首相Wan Aziza在今天下午也证实 截至下午两点 在我国发现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一共有七起 这七名患者都是中国人 这也就是说目前没有大马公民受到感染 同时他说政府暂时不会限制学校活动 Wan Aziza透露 目前国内共有七十四宗疑似病例 是对新型冠状病毒成阴性反应 尽管如此 这些都是被列为观察中的病例 另外还有八宗疑似病例 则是在等待检测报告 Wan Aziza补充 即使不是感染武汉肺炎 但任何外籍人士在我国生病 我国都会给予他们治疗 并且在之后才将他们送回自己来自的国家 患者是在医生部巡视全国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后 向媒体这么指出 在场的还包括卫生部长达兽利竹费 副部长李文财 以及卫生总监达兽义上 至于首相杜马六提到 我国政府将会把78名滞留在武汉的大马公民 带回国的事宜 Wan Aziza则回应 只一旦这些涉及的大马公民回来后 他们将要根据卫生部制定的标准罪程序 被隔离14天 另外Wan Aziza也说 基于国际卫生组织 没有发布对武汉肺炎病毒的相关指示 因此政府不会阻止在国内举行那些 邀请外国人乃马出席的大型活动和集会 他也说 学校活动同样不会被限制 因为目前国内发现的确诊病例 全部都是中国人 我国首相敦马列表示 由于武汉封城 大马政府将和中国政府协商 撤离滞留在武汉的大马公民 他还说 身体健康的大马公民可以回来我国 在抵达大马后将会接受检测 如果证实染病 就必须接受隔离治疗 首相敦马列表示 目前有78名大马人身在武汉 他们目前并没有感染到武汉肺炎 但是由于武汉封城 因此他们无法回到大马 首相说 目前面对的问题是 身在武汉的大马公民 不能够离开武汉 因此我国政府将和中国政府讨论 以便将没有生病的大马公民 带回我国 对于武汉封城市中的总统 而这些大马人在回国后,政府将为他们进行身体检查,如果他们生病或者待在武汉的时间太久,政府将会把他们隔离14天之后才能够回家,以确保他们没有感染病毒。 首相在主持内阁会议后,在首相署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说,内阁议决交由外交部和中国政府跟进这件事。 同时,政府也了解到武汉出现食物短缺的问题,因此如果我国被迫派遣飞机期望武汉撤离大马人民,而中国政府也同意,那么我国将会再送食物、口罩和手套到武汉。 我们也需要助手套到武汉,所以如果我们担任择派到爆发到人民并入国,如果被担任由政府,我们将来帮助我们的诊息, 另外他还指出政府已经采取措施 禁止来自中国湖北的游客入境我国 无论他们是否生病 只要是来自湖北省就不能够入境 中国其他省份的游客仍然可以入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武汉肺炎疫情扩散 但是却有人制造谣言引起恐慌 涉嫌在网络散播假消息的一名34岁男子 昨天下午在雪州万宜的入家遭到警方逮捕 警方也在行动中充公相信是嫌犯 用来上载有关虚假内容的手机和新卡 目前警方也在追踪 另外三名造谣者 根据通讯及多媒体文会发出的文告 当局在警方协助下 在昨天下午逮捕了34岁的嫌犯 文告提到 嫌犯是因为涉嫌在这个月26号 在脸书上在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虚假内容 因此遭到逮捕 并且会在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罚令 第233条文下接受调查 一旦罪名成立 嫌犯可以被判罚款最高五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一年或两者见识 前天警方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锁定了四名人士的身份 并要求他们协助调查新型冠状病毒假消息传播的事情 为了避免引起进一步的恐慌 并防止民众散播不实消息 首相董玛列强调 政府将对造谣者采取严厉的行动 不会妥协 截至目前警方已经开档调查 五宗有关疫情的假新闻案件 调查显示 这五项假消息是在1月24号到27号之间在社交媒体上散播 当中有四项是透过脸书传播 另一项则是在WhatsApp散播 而这些谣言包括 在我国的中国疾病患死亡 邓家楼医院接获武汉肺炎患者 以及沙巴囚犯因为患上武汉肺炎而死亡等不实消息 因此 警方再次敦促民众不要通过任何渠道散播不实消息 以免引发社会恐慌 就在我国政府积极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之际 坊间不断流传假消息 为了避免民众恐慌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布一份有关武汉肺炎假消息的清单 让民众辨识真假 避免被误导 对于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 不断传出各种有关国内新型冠状病毒情况的假消息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清单 一一列出被证实为虚假内容的假消息 该委员会透露 任何有关病毒的官方声明 一切都由卫生部负责发布 因此为了避免国家稳定和公共秩序受到威胁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警方合作 采取严厉的行动对付散播有关武汉肺炎不实消息的有心人士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34岁的男子归案 这名男子因为涉嫌在网络发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假消息 因此遭到逮捕 同时警方也在缉拿另外三名涉及类似罪行的嫌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回来 今年是大马旅游年 但是无可否认武汉肺炎的来袭对我国旅游业造成严重影响 马来西亚入境旅游协会主席乌杰利表示 原先计划来马的40万名中国游客当中 有80%的旅行团 也就是30万名游客的订单 因为被禁止入境而被迫取消 不过该会相当支持政府的决定 并表示这将能够确保国民的安全受到保障 这是一个决定的决定 他表示该会旗下的两千多名会员也清楚明白目前的局势 同时马来西亚旅游同业协会主席大作陈国良强调 该会将会努力实现2020大马旅游年的目标 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对此各旅行团将会对国内及中国以外的游客 推出各项促销活动 以降低对中国游客的依赖 另外旅游业者建议设立一个特别小组 以查明疫情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 据了解去年我国的中国游客人数达到300万人次 另外基于武汉肺炎疫情有升温的迹象 拥有400多名中国籍学省的大马北方大学宣布 即日起展延北大教职人员和学省到中国的所有活动 同时校方也会提供宿舍以便观察所有到过中国的学省 以防止武汉肺炎病毒入青校园 负责学术及国际事务的北大副校长 优斯尼大指出 校方严正已带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况 因此决定展延教职人员和学省远到中国的活动 此外为了避免武汉肺炎病毒入青校园 从中国回来的学省 除了必须在国内各大入境关卡 接受卫生部的检测之外 在踏入北大校园的时候 也需要接受校方展开的另一轮检测 优斯尼大也说 所有到访过中国的学省 都必须先入住校方安排的宿舍 以接受为74天的观察 减低疫情散播的风险 无论如何 北大希望学省能够配合校方展开的 这几项预防措施 假设任何北大职员或学省出现感染症状 如发烧 咳嗽或呼吸急促 则受处前往大学健康中心 或附近的诊所接受检查 随着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亚航再次宣布 将会延长取消往来武汉的旁班 有关的班机将会停飞到2月29号 并且对受影响的客户提供替代方案 马来西亚亚航昨天发声明 指该公司将会对受影响客户 提供几个替代方案 首先客户能够将航费金额 保留在亚航信用账户 该金额可以用在下一次的飞行 而这一项方案适用于2月15号之前 往返中国 或是在2月29号之前 往返武汉的客户 如果以上方案不适合 客户也可以向亚航申请退款 该公司将会按照客户 已经预付的价格进行全额退款 不过必须符合购票条款 民众可以浏览亚航的官方网站 了解详情 感谢应该 印象外航 看着 自尽 往返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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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中国的参赛选手 官员和媒体工作者的身体健康 2020佛罗交仪环岛脚车赛原本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因为这是自1997年唯一一次亮相沙巴沙拉月之后 重新回到东马 但是却不幸遇到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多国 目前中国近两年表现力最好的车队 中国恒翔车队已经确定退出这次的比赛 佛罗交仪脚车赛主办方Human Warriors首席运营官Sahai Zirin表示 恒翔车队退出这次的比赛将不会影响整场赛事 因为留下的空缺将由其他车队填补 原本这次的比赛共有三支中国车队参赛 暂时还不清楚另外两支车队是否也会退出比赛 主办方强调将会做足防范措施 确保所有参赛选手的健康安全 适逢2020佛罗交仪脚车赛来到25周年 因此特别增加两场附加赛 也就是2月5号在沙巴亚币举行国际街道赛 2月7号在沙拉越古晋先开第一站比赛 之后2月15号在弗罗交仪举行经典赛事 这次的比赛全长1114.9公里 横跨9个州数 位于白俄罗斯的一个尊庄 每年都会在春天来临时庆祝宋冬节 新闻的尾声一起去看看 我是张崇林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